北京时间12月29日 全力战继续来袭 詹姆斯率领五连败的胡人客场挑战火箭 詹姆斯连续五场比赛轰下30 得分 以及完成32、11、11三双数据率队 结束五连败 并且成功达成职业生涯36000分里程碑 创造NBA历史最年轻36000分先生记录 也是历史第三位达成36000分撞举的球员 以及历史首位达成至少36000分 9000篮板、9000助攻的球员 当胡人陷入空前危机 龙梅哥的受伤让胡人内线陷入危机 球队还有多位角色球员受伤 或者隔离无法出战 让詹姆斯被迫连续开启全力战模式 在胡人过去的五连败之旅 詹姆斯除了对决森林郎只得到18分之外 剩余4场比赛连续轰下30 得分 且过去5场比赛场 均贡献31.6分9.8篮板 5.2助攻的豪华数据 展现出宝刀不老的风采 如今面对与西部垫底的火箭对决 尤其是赛季前两次交锋 胡人双杀火箭 自然是令胡人看到终结连败的希望 詹姆斯此一被安排打中锋 他在首节一度被火箭中锋舞得连续强吃 但詹姆斯依然是很快做出回应 他单节8中午高效得到13分 不仅外线命中两击3分 还一度强突一打三霸气 命中秀肌肉庆祝 但胡人首节依然是被反超1分 詹姆斯在次节 有意减少自己的进攻比例 单节3中2再得到5分 更多去承担其组织串联任务 帮助胡人成功在上半场反超比分 取得领先优势 詹姆斯在下半场继续火力全开 让他成功连续5场比赛轰下30 得分 且在詹姆斯本场比赛 已经轰下至少31分后 他正式达成职业生涯常规赛 36000分里程碑壮举 詹姆斯成为NBA历史上第三位 达成如此神迹的球员 仅次于天沟贾巴尔38387分 尤差马龙36928分 且本赛季有望超越尤差马龙 升至历史第二位 未来则是有望超越贾巴尔 甚至是冲击4万分里程碑大关 詹姆斯在自己的37周岁生日之前 成功达成36000分里程碑大关 并且事实上第一位达成至少36000分 9000篮板 9000助攻的球员 10500分里程碑大关